中子月一年左右的茅草 除人特别集体来收割 割下来的茅草会先放在原地 让它自然干燥 近年来有部落后一般人 会特别建造传统茅草屋 展现地方的特色 也因此非常需要屋顶用的茅草建材 都立部落民国95年时 也特别建了传统茅草屋建筑 族人就发现茅草的商机 一事就开始种植 现在一把已经可以卖到100元 茅草过去是部落族人非常重要的建材 作为屋顶足水所用 不过约三五年就会腐坏 后遭台风摧毁 就必须要重新铺设 这种茅草除了收割 即使是西药人例外 生长期间并不是要特别照顾或施肥 非常经济 在传统物负责下 茅草也成为了部落中药的产业之一 颜色新闻法 为了台中成功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